位在台东金峰湘嘉南村内的金峰温泉 四面环山是游客喜欢造访的泡汤地点 不过巴巴风灾之后遭吸水破坏殆尽 连通往温泉的产业道路都因为陆基坍塌 暂时是封闭的 金峰湘公所设立告示牌禁止民众进入 不过春节快到了 恐怕会有大批游客散指进入 因此大午分局金峰派出所也呼吁民众 不要与声是法 温泉冒出滚烫白烟 四周环绕青山 这是位在金峰湘嘉南村的金峰温泉 不过通往温泉的产业道路 从莫拉克风塞后土石时常崩塌滑落 至今仍未修复 金峰湘公所在入口处立牌禁止进入 警方也将加强巡逻 围者将会依法开罚 碰到民众进去的话 就是先有做一个宣导 劝导的这个行政法是先劝导 如果是制意要进去的话 可能就会有国安法可以依法开罚 有期徒刑的话可能就是三年以上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罚者 有期徒刑 罚金的话是在三万块以上 冬季时期时常有游客结伴前往 或是在膝床上搭帐篷露营 在地居民表示 常遇到游客制造噪音 或是乱丢垃圾破坏环境 对在地人造成困扰 冬季的时候蛮多外地游客来这边 就泡温泉 对我们来说蛮不方便 而且他们有时候会唱卡罗 可以造成噪音 或者是会随便乱丢垃圾之类的 那就蛮造成我们的困扰 从公拍可以看到 这座山壁只要台风或降雨 就容易引发土石崩塌 道路中断 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 大午分局津峰派出所也呼吁民众 不要擅自闯入 若发生事故 不仅救援困难 也触犯国安法 就讲解 静风相报道